我今天在網路上讀了一篇林友田博士的文章 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文章的內容 那這篇文章講的是好像在講我一樣 這篇文章講的就是說 怎麼樣讓內向性格的人也可以建立人脈 李耀龍們 讓內向性格的人也可以建立人脈 好 他說呢 友田博士說有一次在婚宴上面 遇到了一個Facebook的臉書上面的一個朋友 那這個朋友呢他姓蔡 蔡經理 他說他的人脈 他的朋友人數已經高達3000人 在Facebook上面的人數高達3000人 但是他沒有什麼人脈 導致他已經40歲了 可是還沒有辦法成為公司的總經理 然後根據友田博士的了解呢 這個蔡經理的性格很內向 不喜歡也不擅長生意上的應酬 常常感覺筋疲力盡 然後他問他說 我朋友人數很多可是幾乎實不上力 所以友田博士就說啦 究竟如何借用朋友的力量讓 讓自己快點李耀龍們成為優秀的領導人呢 好 首先要提醒大家一點 雖然你在Facebook上面擁有很多所謂的朋友 但是 有98%的朋友 不見得是你的人脈 一般來說呢 他們只是一兩串的名單而已 那名單是沒有多大用途的 名單不等於人脈 人脈的定義是說 當需要的時候 他們有能力 而且有意願 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或是可以提供你支援的人 那你要怎麼樣把這個名單變成人脈呢 第一步要提升就是 這些聯繫者的質與量 基本的方法是什麼呢 大家猜猜看 最簡單的方法 打電話 打打電話 然後呢 找機會出來 約見面 好 這個才是 面對面溝通 增加信任感最好的方法 面對面溝通 所以呢 要建立好人脈呢 就不能夠一直宅在家裡面 好 不能夠一直宅在家裡面 我說很像在講我嘛 那30歲以前靠能力 30歲之後靠人脈 如果你是內向性格的人呢 不要去低估自己的交際能力 你可以活用自己內向 沉浸的特質 去應用四個簡單的步驟 多去參加社交活動 建立人脈關係王 那哪四個步驟呢 哦 這四個步驟調作四批 四批哪四批呢 第一個批就是 preparation preparation 事先做好詳盡的準備 和行動策略 我們可以先擬定一個 針對性的行動策略 然後這個行動策略 包含去掌握狀況 確認目標 譬如說哪一個人 你要跟他有交際 然後呢 去思考具體的問題 和用詞 做筆記 然後和朋友進行角色扮演 然後第二個批呢 叫做 presence 當下投入 讓他能感受你對他的注意 你可以事先準備有趣的小故事 當覺得自己說話變成沉悶的時候呢 分享給聽眾 讓大家再度充滿活力 快速建立密切的人際關係 你也可以利用直視對方的眼睛 直視對方的眼睛提出內行的問題 然後讓對方感受到你對他的注意 哦 這個很重要 很棒的技巧哦 如果你能夠對一個人提出對方比較專業的一些問題的話 他就會覺得你有在聽他講話 所以他就一定會注意你嘛對不對 第三個P叫push push就是強迫自己跨出舒適圈 把自己推出去 發掘自己的潛力 那我們應該督促自己去超越恐懼 強迫自己去跨出安全的領域 這樣才能夠不斷的前進 例如說 你可以強迫自己在十分鐘之內 在這個party 或者是在這個聚會裡面呢 去蒐集五張名片 逼自己去搜集五張名片 然後帶著目的和對方周旋 和對方聊天 踏出自己的舒適圈 好 第四個P叫做practice 不斷練習 練習 再練習 調整自己的行為模式 因為練習可以讓你所能生巧 融會貫通 譬如說你就是不喜歡講話 就是不會講話 可是你因為 跨出自己的舒適圈 你就是逼自己去講話 逼自己跟對方講話 那久了之後 你練習多了 你就熟能生巧 你每次講的話題可能都一樣 因為你已經背起來了 你可能要跟別人講的 你自己的自我介紹的方式 你可能都已經背起來了 所以熟能生巧 那 練習這些融會貫通之後 你就可以和很多人去聯繫和溝通 然後去重新校正你的方法和行為 那有田博士有講到 今年人脈就好像在重數 用心 細心 耐心 長期投資 好 我記得喔 好文章就到這邊 我記得我自己的 跨越自己舒適圈的一個最大轉捩點 是在二專的時候 因為在高中之前 高中那時候已經慢慢的 比較好一點了 因為高中那時候參加社團 去練習空手道 還有其他的熱舞社 喜歡跳舞 然後高中那個時候 因為這樣子去參加社團 所以歌星就比較 外放一點 因為開始認識比較多的人 然後 更大的轉捩點是在二專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專科畢業要做專題報告 那剛好呢 很榮幸的 我們班上的同學 四個人一組做專題嘛 結果跟我同一組的呢 很榮幸的跟三個人 那三個人呢 都是我們班上的前三名 他們三個人功課都很好 那我最差 我的功課最差 所以呢 他們三個人去負責做報告 負責去做專題 寫程式 那上台報告的工作 就落到我身上了 那也就是從那個時候呢 我不得不嘛 就逼自己去上台做報告 那之後呢 上台報告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就不太會緊張 還有一個重點是說 你要上台不緊張的最大的重點是 你有沒有準備好 你要講的內容 如果說你的內容都已經準備好的話 其實你上台是 不太會那麼緊張啦 不太會緊張的 尤其是現在又有那個 PowerPoint 都可以幫你 提醒你自己要講什麼 所以其實 沒有那麼緊張 反而是那種我覺得功力很高的那種人是 連PowerPoint的都不需要 從頭講到尾的那種職業講師 那種人我覺得真的是蠻佩服的 對所以 跨出自己的舒適圈 如果是內向 跟我一樣 如果是內向性格的人 也很奇怪 我跟很多人講說 我的性格其實是內向的 居然很多人不相信耶 那沒關係 那沒關係 反正就是超越自己的那個極限嘛 不然為什麼我要逼自己一退伍就到那個 新意房屋啊 Torota汽車啊 去做業務工作 其實就是因為我 我體認到自己就是那種內向的性格 所以去逼迫自己去從事業務工作 我雖然業務工作也做得不好啦 老實講 因為還是很衝突嘛 內心還是很衝突嘛 那 可是 不斷的逼自己啊 像現在去參加B&I的商務聚會啊 不斷的逼自己去接觸陌生人啊 那其實 陌生人 應該說所有的好朋友 再怎麼熟的好朋友 都是從陌生人開始的 所以對陌生人有恐懼 這一點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 因為搞不好 別人比你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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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自己事先就已經恐懼在自己心裡 所以就不容易跨出去 其實這點是沒有必要的 搞不好對方真的比你害怕 這是這是 因為 其實真的很多人是蠻內向的啦 不只是你自己是這樣子啦 所以今天這篇文章呢 給很多內向的人呢 希望有一個很大的激勵 讓你可以跟我一樣 跨出去 加油